又一期了 這個封面是講香港的 講講元朗 講香港的舊懷舊食的地方 去找尋味之處 我是Patrick 節目叫嘉芬 其他個廣告 要講一個不同的封面 希望大家留意 今期講什麼呢 上期有朋友會私信我問一下問題 剛才有朋友問我 有觀眾問我 上次講生蠔 但是師傅 跟你這麼朋友 是不是賣廣告呢 我告訴你 我跟他的關係真的有朋友 生意上的客戶 不過我不是幫他賣廣告 而是從他身上學到很多關於蠔的東西 今期呢 加上剛剛的影片 BBQ 問我這帶刺很大粒 在哪裡買 其實我也是在大安德斯堡買的 因為這間店有很多蠔海鮮賣 而我今次所講呢 就想延續回美麗海鮮 其實很多地方都買到海鮮 有唐人超市 青人超市 其實在加拿大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買到優質的海鮮 而我今次想講什麼呢 就是 朋友問我 跟他的關係 我跟Chris 真的是朋友來的 好朋友來的 而我今次都希望分享一個小小的 我從他身上學到什麼呢 就是生蠔刀 什麼叫生蠔刀呢 我去給大家看一下 一毫刀 二毫刀 三毫刀 三毫刀 最喜歡的四毫刀 其實不同的毫刀有什麼分別呢 真的 不開不同的毫呢 有不同的刀都有不同的好處的 開大毫 開小毫 開多古靈精怪的形狀 其實蠔有很多種的 我又不是教你們去選最好的蠔 我是純粹用一個開心人 在家裡吃蠔和朋友分享一下 怎樣吃蠔 有什麼好處 其實最簡單的 吃蠔 要趕季節 其實每年在冬天時間 冬天的氣溫 即是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這些時間是蠔最好的 為什麼呢 蠔在冬天時 又要吸收很多氧份 因為海水越冷 冷到怎樣 天氣冷的話 它就要吃多些東西 保存它在生存環境下 所以冬天水冷了 它就要吃多些養品 令它肥一點 這個就是蠔最重要的時間 一個小小的提示 所以我上次有說過一點 法國的蠔為什麼很漂亮呢 每年都是十一月 十二月 因為這時候是最漂亮的時間 其實蠔有很多種的 法國呀 美國呀 加拿大呀 日本呀 包括中國也有的 香港也有的 你敢記 蠔也有的 不過 為什麼在東南亞的蠔和我們在北美洲蠔 有一點點分別 和我們北美洲蠔好像 肯定是一些人信心一點 沒辦法啦 水質漂亮 乾淨 尤其是北美洲 越冬地方的水就越乾淨 因為小人游水嘛 很簡單的 所以水質越乾淨 越清澈的話 河就越好 第二 為什麼有人說 法國蠔最好呢 因為法國的海洋線長 大家去看地圖就知道 海洋線長的地方 河原海邊多 水多 所以加上法國人懂食蠔啦 其實食蠔真的挺過癮的 其實我幫克里斯大德師傅做廣告師之餘 都做了一句slogan 食蠔開心點 愛多點 這些廣告都做過的 我不幫他講過了 最後就說 食蠔 而香港來說 我相信 為什麼食蠔貴呢 其實上次回到我的話題仔 沒辦法香港租貴 第二 香港沒有出蠔 食生食蠔 變成了 全部都是飛機運來 因為蠔不可以坐船 好了 來到飛機運費 運費貴 第二 運費貴之餘 損耗也有的 蠔不是每隻來到罐頭也沒事的 可能死了 可能蠔又瘦了 變成了這些成本下 令到香港食蠔特別貴 沒有辦法 第三 為什麼在香港食蠔的人都害怕呢 沒有辦法 因為坐飛機到香港 去到餐廳裡 可能那些開蠔師啊 那些埃生蠔 這些成本來的 可能他們不同 北美洲和日本的開蠔師傅 所以說 他們很習慣 一蠔一開 一問 就不喜歡扔 為什麼呢 臭了 有一點點懷疑 他們都不介意扔 為什麼呢 多嘛 多就扔了 希望食蠔有安全 所以 你可以看到的 在北美洲和日本的蠔的地方 蠔多呢 一開 師傅一開都不行 他們一開 第一件事一開 不行 扔 不會理的 他們不怕浪費的 最重要是開心和安心 而我相信為什麼 在東南亞的朋友 食蠔有差一點點 一來是水質 二來 天氣難處理 還有 你知道 東南亞熱 第三 水不乾淨啊 處理得不好啊 都會影響的 還有我希望 都是用心態 開心分態 因為現在我們加拿大 那些水是冷的 如果來的多倫多 加拿大玩 尤其是多倫多和溫哥會有不同的 多倫多的水呢 水是冷冰冰的 而這麼冷的水 全部是湖啊 冰川水 某程度上是乾淨 還有 你知道 蠔越冷 就容易開 還有 脆口一點的 那這幾個小小提示 希望你看完之後 你都過癮啊 我也是的 希望分享一些開心的東西 和大家講一下 加拿大生活的開心小提示 那好啦 那大家在這個片尾裡 可以看一下 我和Chris少許的資料 和蠔的靈相 都要買的 其實這一把在日本買的 那日本也有很多蠔的 那希望你又喜歡的話 下一次去不同地方 或者又有機會來加拿大 我請你吃蠔吧 沒有問題的 吃蠔的東西我開心的 OK 保持電話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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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一下 謝謝 air